大家好,欢迎来到852-2050 我是Kitty 你好,Kitty 你好 今天的景嘉宾是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 大家好 一说到天气热,大家自然会想起超英歌 除了因为你在天文台做了30年 期间有6年担任台长之外 就是因为你曾经公开讲过自己10年来没开过冷气 睡觉 还会推介很多不开冷气的省电好方法 我都有时睡到半夜三间都醒了 你即是没有开冷气 我没有开冷气的 好,鼓掌鼓掌 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些网民的留言 让你去留言回应一下他们 你的留言是流低过流 还是很流的流呢? 还是流动的流呢? 第一条就是来自网民梁先生 他之前就出post 说你失联没有回覆他的问题 所以就想请你在这里回覆一下他 有一陣子很多人来问候我 在一些社交媒体 有些人问今天没有开冷气 有些人问我 有没有偷偷开冷气 我不是故意不回覆他 不过实在太多人答 而事实上 如果我开冷气 我一定公开告诉别人 其实我真的睡觉来说 我有十年或以上 没有开过冷气睡觉了 哇,很厉害 其实不是很厉害 我觉得很厉害 因为我想起来 我小时候是没有开冷气的 我第一次有冷气睡觉 都去到二十多岁 我现在只不过返老还同 岁数大 都变回小孩 过了小孩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没有开冷气睡觉 是可以的 但是会不会是 现在可能是有 气候变化的影响 而且又热到效应 又多了高楼 是 所以可能在市区更加热 事实上比以前 我们小时候是热了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 很热 那我们就会 我们的房子很长 所以有一条走廊 那条叫冷巷 很有趣的 冷的巷 因为在那里 它够长 前面是有少少气压差 有些风吹的 所以在那里 开张帆布床 或者躺在地上 街砖 快街砖又凉 那我们天气热 就躺在冷巷那里睡 那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那些屋 很多没有了对流 然后就好像你说的 又气候变化 然后又跟着这个热岛效应 城市化 但是如果那些屋 设计得比较好 有气流 你又开个风扇 其实大部分时间 都会解决到问题 我都想起我只猫 是它喜欢睡地下 不喜欢在我床上睡 它喜欢睡地下 当然 你要知道 人呢 人其实不断放热力 就差不多 等于以前 一个一百火的烏尸灯蛋 其实发的热都很高 所以你只猫会觉得你很生气 所以天气那么热 嗯 嗯 但是你还没读过网民留言 我初初看了一轮 几乎读错了 好友 己 失陈 十多腰 至今仍未有消息 愿平安 我看完一轮 就用AI 好友 以失戀 简体字写歪了 十多天 十多腰 十多天 因为那段时间实在太多人问我 有没有开冷气 我再说一次 如果有一天晚上一刻 热到我受不了我开冷气 我一定公布天下 好 其实刚才我们也有谈过 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分享你的电费单 证明给别人看 其实你都没有怎么用电 我也有快三年电费单是零元 我不用交电费很久了 因为这段时间 政府每个月有百多元 全市民都有 全港市民都有 我每个月用不够那个数 我家里每人每日用两度电 两个人用四度电 一个月用120度电 有时少些有时多些 电费比政府增添少 所以我累积现在还有钱剩 那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这些津贴 最后令到那些人 反而用多了电 网上很多人这样说 他说 多谢超英哥 不开冷气 我开多一份 有啊 如果你去那些什么讨论区 都很多人这样说 你有些什么 你觉得他们这样说 你会怎样想 他们玩玩 他们怎样开到我那份 开不了的 你知道讨论区 你不要太过认真去看他 大家在这儿开心一下 不过 有人 就帮我做一个讨论区调查的 就问 就问 林初英就说 譬如不开冷气睡觉 什么什么 他就说 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老饼 傻的 你就给一个符号 另外如果你觉得他 他行为都很正面的 你就给第二个符号 那就数后多少个符号 认为是正面的 就十 负面的是一 所以其实在这儿说都说西 大家其实心中都知道 其实如果大家用少点电 全国香港就没那么生气 还有放少点氨氧化炭上天 气候变化没有那么紧要 香港人这么苦闻 找些事笑话 是啊 都挺好笑 我真的笑了这个 塞沉十多腰 笑了at least五分钟 好了 好 还有什么奇怪的题目 你读出来 好 这个好像是个女士 她说 我最同情她老婆 要陪她牙月这么多年 接着这个 她回应 那些人就说 她说我狡猾 她老婆开不代表她开 她很聪明 她以为我捉住室 问题就是 事实就是 我太太和我 在同一张床上面 是没有开冷气的 我太太又不觉得辛苦 其实她以前也少开 我又从来就是 我不开 你自己手可以去开 我又不说不让她开 是吗 你不会兇一下她说 就不要开了 不会的 不会的 男人估不到女人的 那 一定 太太有自由做任何事 所以 其实我从来是没有说 国家不开冷气的 是我不开冷气的 但结果 过去的十年有凸 她都没有开到 睡觉 很好啊 你的另一半 其实有一个科学原因 就是她以前本来都开得少 但是她自从在零几年开始去读中医 她正式读中医 她现在是注册执业中医师 她读完中医 她就不开冷气了 因为她在读的过程之中发现 长期在一个开冷气的环境 有干燥 温度其实不自然 其实对身体不好 尤其是对呼吸系统不好 因此她是科学的原因 不开冷气 是 很好啊 因为我的另一半 其实我不开冷气 因为我很害怕冷气 还有我有鼻敏感 是 但是她很热 她都开 你会有什么推荐 就是说 如何令到另一半 可以说好她 就不要开 叫她去看中医的故事 理论 实际上 冷气长期开 因为她比较干燥 一个长期这么干燥的环境 对呼吸系统不好 还有 分体冷气 令你房间进入的空气 是完全没有更换的 就是你整晚 就是吸收你自己 放出来的气 那间屋的空气 是没有流通没有改变的 其中一个就是 你的房间越来越多 要氧化碳 如果去到 所谓一千个PPM 其实就已经不符合 所谓优质空气标准 就等于你们当时读书 也发觉 那些人上课 上课 每个人都在空眼睡 其实不是她老师说得差 是你听书的那间房 没有换空 越来越多的颜色 发探 搞生理的反应 就是空眼睡 其实对脑袋也不好 对脑袋不好 对呼吸系统不好 还有就是你们年轻不觉 如果小小开始带你 那些所谓气血运行得不好 尤其是女士 你睡觉 我脑袋有膝蓋 膝蓋不断量 其实对膝蓋是不好 即是关节的 是的 没错 所以有医学理由 有救地球的理由 我没有叫你不开 因为有时去某个位置 可能要开冷气来救命 那就开了 但是就是一般情况 你健康的一个人 房子又有个窗 那你又可以开一下风扇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开冷气 我不开窗 因为一开窗就很多蚊 这个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那你不开冷气 那怎样呢? 我又开窗的 因为我要气流 我睡觉是下蚊帐的 那些人说 下蚊帐就更热 会焗着的 蚊帐下的时候会很焗的 结果我怎么解决呢? 我就在蚊帐顶装了一个 6寸直径 就是15cm直径的风扇 而这个风扇 我是那些所谓USB风扇 就是5V电 半个Ampere的电 它是两伙半 我的风扇用5V 冷气机是最低限到千多V 是5V和1000V的比例 所以我省很多电 就算你开过平常那些 以前那些座桌 旧色的风 都是50V 冷气机差20倍 所以如果你有风扇 如果你还想 我再进步一点 那你家屋 如果你能够想办法 放到 那一把风扇在窗口里 如果外面有两个 就把风吹进来 如果外面有一个风扇 那当然是 外面的风扇进来 如果是反转 也不会吹出去 如果有一个风扇在窗里 帮你做交流 然后有一个风扇吹自己 就OK了 而我们要量 一个人量 最重要是哪里量 心 你就是心量 心静自然量 心静自然量 大部分人做不到 但其实我们一个人 量不量 是头和肩膀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妈妈说 你很容易背脊涎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着露背的时候 他就说我 这些位置 是很容易觉得量 这个是我们的结构 其实上半身才会出汗 下半身不出汗 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风扇 只是吹着这个位置 那你就已经觉得量 你们可能不知道 现在有些酒店 就是智能的空调 它会怎么样 它晚上发觉 你个人没动了 即是你在床上 它就把房间的空调 大部分关掉了 它只是有一个量的气流 就刚刚跌到枕头的位置 让你躺在这里以为很凉 开冷气 其实只需要量自己的人 其实我们如果开冷气 量到周围的空气 就浪费电 其实最好有个冷气 就在头顶跟着你走 那就最省电 现在有些酒店的那些 那些级别 就是说它是省电的级别 其实它就做了这件事 比如我呢 就是蚊帐放在一个小风扇的位置 就刚刚吹着这个位置 那我就 一个小风扇吹我和太太的了 如果很热很热的日子 它多开一把小风扇 哦 两把小风扇 就这么多了 那可以的 最近这几晚没有那么热 我连一把小风扇都不用开了 嗯 我在窗里装了那些沙网 那些蚊就没有订进来 嗯 但是有时八万一疏都给它进来 我才开蚊帐 如果那一晚觉得都没有蚊 那蚊帐我就不用下 但是要投资做 在窗里有个沙窗 嗯 我想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你日头的时候 它都会浸的 是啊 没错了 那就是 我另外做些事情 比如说要令到家屋 晚上不觉得那么热 你日头不要让太阳射到进来 那我就用 我就用一些垂直的百叶链 早上太阳在那边 我就令到它顶着那边 到下午它转了位 那时我转到第二边 但是我用百叶窗 我就让一些气流经过 如果你快布链的话 那些气流不能进来 哦 因为我不开窗 所以 但是我会鼓励你 就为了自己健康 可以开窗 嗯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集再聊 好 好 好 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收听我们的Podcast 记住要 like subscribe share comment 我们8522050 8522050 拜拜